明朝正德奇案 出阁少女连番遭虏 捕快至勤采花贼 最后却无人愿告状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正德年间 平阳县接连发生 出阁的少女被采花大到强暴的消息 这个采花贼叫花无海 作案手段极为高明 县离捕快 几次设下天罗地网都被对方逃脱 这天半夜 不快孙大山守在城西的王源外家大院里 因为王源外的千金 明天就要出阁了 他笃定这个采花贼花无海肯定要出售 所以便提前埋伏在这里 三更天的时候 院里的海棠花突然被风吹动 孙大山听见动静赶紧屏住呼吸 这一次他是必要将这个采花贼捉拿归案 只见一道白影忽善而过 王小姐所在的闺房窗户也被一阵风吹开 孙大山知道时机来了 于是一个弹跳 直接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可是这个花无海很谨慎 一听到外面的风吹草动后 他就立即折身返回 一道身影直接从窗户里面又跳了出来 孙大山见状赶紧一掌拍了过去 可是入手却是一团软绵绵的 糟糕 重计了 孙大山惊慌地喊了一声 随即猛地一跳 又伸手抱住了飞出来的身影 这时候 身后传来羞的一阵风声 那采花贼花无海 直接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孙大山看着怀里的王小姐 赶紧道歉 对不起 在下无意冒犯 王小姐还未出阁 身子就被男人抱了 她自然是不乐意的 于是气呼呼地骂道 我看你比那采花贼还可恶 我不管 这件事你得负责 不然我就报官 说你欺负我 孙大山没有办法 最后只好跟县令张大人请罪 对方念在他是为公事 才有失礼之处 便打了二十大板就算处罚了 不过也警告对方 采花大道这件事你不用再查了 十几个州县都没抓住他 我们小小的平阳县 还是不招惹对方为好 孙大山虽然挨了一顿板子 可是并没有死心 他认为县令说这种话 是长他人志气 捏自己威风 有一天晚上 心情有些郁闷的孙大山 喝了一点酒 脑袋醉熏熏地走在大街上 可是前面的店铺拐角处 又闪过一道白影 他顿时一个机灵 赶紧追了上去 可是追着追着 他发现自己身后 同样有一个黑影在追踪自己 他心里纳闷 莫非这个采花贼还有同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自己就算追上也不是对手 到时候搞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在孙大山恍神之际 前面的花五海突然转身 一记流星雕向他射了过来 孙大山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避开要害 让自己的胳膊在胸口前挡住 孙大山痛哼了一声 心里明白这一下可糟了 果不其然 前面的花五海见孙大山受伤 立即抽出腰间软件 刺向孙大山 这个时候 花五海却一眼瞧见不远处 还有一个黑影在观战 他担心这是孙大山的苦肉计 于是止住身形 又从袖中射出一记流星雕 砰 这次的流星雕果然射到半空 就被黑衣人扔出来的一块墨浴石给打了下来 花五海见此情况 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然后调转身形直接飞走了 孙大山有些纳闷 本以为今天要栽在这个采花贼手里了 没想到却被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给救了 早知道对方是自己人 他也就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让花五海溜走了 只不过 让孙大山感到奇怪的是 这个黑衣人在救下他以后 一句话也没说 就转身没入了黑夜里 似乎对他的感谢没有一点期待 孙大山受伤的半个月里 平阳县又出现了两起案子 这让他十分愤怒 发誓一定要将这个采花贼绳之以法 于是他四处打听 得知李府家千金近日要出阁 他便提前做了一番谋划 可是这一次却落空了 他埋伏到凌晨 也没见花五海现身 就在他要无功而返的时候 那个采花贼又出现了 同样是一阵风吹开窗户 然后花五海就会飞身跳进去 不过这一次 孙大山却早有准备 那李小姐并不在闺房中 早就被他转移到了隔壁房间里 而小姐闺房里却布置了迷香 只要闻一口 筋骨就会发软无力 花五海知道自己中计了 于是趁着全身还有点力气 赶紧逃跑 可是这一回孙大山很快就追了上来 眼见就要抓住对方的时候 上次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再次出现在前方 孙大山顿时大喜 于是冲黑衣人大喊一声 兄弟帮我抓住他 只见那黑衣人两指夹着一块墨浴石 果断救治了出去 可是下一秒 孙大山愣住了 因为墨浴石不是击打采花贼的 而是朝他攻击而来 他一个躲闪不及 被墨浴石击中小腿上的酸麻血 他顿时疼得一哼 战力困难起来 该死 孙大山懊恼地喊了一声 眼睁睁地看着花五海 又再一次逃之夭夭 几次抓捕失利 孙大山意识到这个采花贼不同于其他盗贼 因为抓捕的时候 始终有一个身份不明的黑衣人 对方是敌事有难以分辨 不过孙大山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要他不下天罗地网 能够当场抓住花五海 对方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如此一来 神秘黑衣人如果现身 他也可以一网打尽 这几天 外面传闻大庆商行的政掌柜昭叙 对方筹备了丰厚的嫁妆 金银财宝装了满满十大箱子 这些都放在女儿正宴的闺房里 准备用来做嫁妆的 当天晚上 政府宅院里热闹非凡 私逐之声没有停过 快到三更十分 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一道白影从空中掠过 直接破窗而入 进了郑家小姐的闺房中 正当花五海近身欲行不轨时 却被披着红盖头的郑家小姐一把抓住 很快从房间的箱子里又跳出十几个五刀弄枪的不快 此时 花五海突然发现抓住自己的根本不是郑家小姐 而是一脸得意的孙大山 花五海被押到县衙时 张县令吃了一惊 因为这些年对方从未失手 没想到今日却被张大山带了正着 于是他安排差役 将彩花贼送到大牢里关起来 改日再审 可是就在孙大山和平阳县百姓都在盼着县令大人 审理彩花贼的时候 周元外家里又出事了 他即将出嫁的女儿被彩花贼玷污 而且作案守法和之前的彩花贼如出一辙 这时候大家都在怀疑 上次孙大山是不是抓错人了 这个彩花贼很明显还在外面逍遥法外呢 孙大山听到这个消息 也觉得很是纳闷 明明自己上次亲手抓住了彩花贼 可是哪里又冒出来一个呢 旁边的一个不快也是抱怨了一句 难道这个彩花贼还能分身吗 分身 孙大山脑中灵光一闪 顿时有了主意 这一次城里传出有少女出阁时 她守在了县衙的大牢外 果然不出她所料 有人故意放走这个花无海出去作案 等作完案后 对方又返回大牢 这样一来简直神不知鬼不觉 站住 哪里跑 孙大山大喝一声 与此同时 她回身一刀击中后面的神秘黑衣人 其实她早就料到了黑衣人会现身 刚刚不过是声东击西而已 啊 黑衣人 黑衣人痛哄一声 捂着流血的伤口就要逃离 身后却传来孙大山的声音 张大人 我知道是你 刚刚多有得罪 黑衣人见自己的身份被识破 他也不再隐瞒 一把扯下黑色蒙面金 果然就是县令张大人 只不过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是怎么识破的 孙大山笑道 当日你用墨浴石击退花五海 等你走了以后 我就捡起了那块墨浴石 后来在你府中的后花园 我发现了地上有很多这样的墨浴石 另外每次我追捕花五海的时候 你都在暗中保护 这让我起了很大疑心 为什么有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而花五海明知道会有陷阱 仍然会冒险一探究竟呢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在暗中保护对方 可是我也在保护你 张献令苦笑了一声 孙大山继续道 我抓住采花贼以后 你却迟迟不开堂审理 这时候外面再次传来采花贼作案的消息 我就在猜想 如果我抓住的采花贼是真的 那外面的这个一定是假的 可是我去看过现场 这两个采花贼绝对是一个人 那么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有人在包庇这个采花贼 听孙大山分析完 张献令神色黯然 他叹了一口气道 花儿你出来吧 这时候花贼海走到孙大山面前说道 你要抓的人是我 这件事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张献令一直看着走过来的花贼海 他痛心地说道 花儿都是爹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 花贼海听到这句话后 情绪有点崩溃 他冲张献令吼道 你别再说了 都已经过去了 孙大山在一旁听猛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只知道张献令有一个女儿 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方有一个儿子 而且还成了大名鼎鼎的采花大盗 张献令大概知道孙大山 此刻有一肚子疑惑 所以缓了一口气 把这件事背后的故事说出来了 原来张献令叫张世忠 他在当关前 是一个江湖中的习舞之人 他有一个可爱女儿叫张灵花 从小也跟着他学舞 想长大以后可以行走江湖 除强服弱 有一次张世忠和夫人 在街头表演的时候 当地一个土财主 看中了张世忠的夫人 于是便使用一些下作的手段 欺辱了他 导致夫人投河自尽 张世忠知道这件事以后便去报官 可是那位豪生和县衙里的失业 相互勾结 最后对方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反而到达一耙 诬陷他的夫人不尊负德 张世忠背宪令打了四十大板 就直接扔了出去 自那以后 张世忠便知道民不与官斗的道理 可是他心里的仇恨始终还在 等女儿张灵花长大以后 他便利用女儿的美貌 将她送给了知府的幕僚林先生 借此机会攀上了大叔 其实张灵花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心上人 对方是一个劫富气贫的江阳大盗 专脱那些贪官污吏 和为富不仁的财主 当时的权贵豪申听到大盗白玉堂的名字 都是心惊胆寒 生怕自己被盯上了 这件事后来惊动了朝廷 于是皇帝下旨 谁能抓到大盗白玉堂 赏赐高官厚禄 这个机会让张世忠看到了 于是他利用自己女儿 骗取白玉堂的信任 然后亲手抓住了大盗白玉堂 虽然张世忠因为这件事立了大功 朝廷也没有誓言等他做了平阳县的县令 但是为了这件事 女儿张玲花却是一辈子恨上了她 在白玉堂被朝廷问罪开展以后 张玲花就化名花无海 只要哪家有要出阁的姑娘 她都会去采花 当然 她虽然是一个采花贼 但却是一个女采花贼 她从来没有欺负过那些要出阁的少女 她只是在他们出阁的前一夜 去问他们 你见过要嫁的男人吗 你们是真心相爱吗 如果这些女孩说自己没见过 那么他就会告诉这些女孩 他们要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是好是坏 然后再让他们决定嫁还是不嫁 倘若这些女孩见过对方 那么他想知道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 因为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嫌弃你 当他们知道你受伤害了 他们会心痛 会有保护你的欲望 所以这些年 花无海采花无数 却没有一个女人去官府里告发她 反而心里充满了感激 毕竟婚姻不是儿戏 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幸福 不应该只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因为当年那件事 张世忠对女儿一直很内疚 所以知道采花大到花无海 就是自己的女儿以后 她便化身为神秘黑衣人 偷偷跟在对方身边保护着 否则以女儿那点功夫的心机 早就被那些官府捕快给抓住了 孙大山听完这个故事 脸上有些愧疚 都是因为她的执着 才导致花无海被抓入狱 现在又因为自己的自作聪明 给张县令造成了伤害 想到这里 她跪下请罪道 张大人都是我的错 您打我几十大板吧 张县令看了看一旁的女儿 于是板着脸对孙大山说道 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么就罚你四十大板 让你长点记性 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很多事情要用心去判断 是 大人 我认罚 孙大山无怨无悔地说道 这时 露出女性真容的张灵花 护在了孙大山面前 她瞪着自己的父亲抗议道 我不许你打大山哥 你要打他 我跟你急 张灵花这句话说完 自己也是一脸羞红 她偷偷看了一眼发呆的孙大山 其实她心里早就爱上了 跟自己斗智斗勇的对方 孙大山这个人什么都好 长得高大威猛 英俊潇洒 而且足智多谋 武功卓绝 可是在感情上却是一个白痴 自从当了捕快以后 每天只知道抓贼 却不知道儿女私情 此刻听到这么漂亮的女子 吐露心声 她也激动得有些脸红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因为平阳县 又出来一个采花贼 所以县衙便放了大牢里的花五海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自从花五海被释放以后 平阳县的采花大道就消失匿迹了 人们还以为对方又换了一个地方 庆庆的同时 他们又在为女儿出格紧密锣鼓的准备了 让孙大山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抓了一辈子贼 到头来却娶了一个贼 还跟对方相如意 没过了一辈子 结语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意思是 儿女的婚姻大事 必须由父母来做主 经过没人来介绍 他们同意了 这件婚事才能成 否则就会受到各种刁难 在古代 男女的婚配是没有自由的 很多女人在嫁给自己未来丈夫前 连面都没有见过一面 更别谈了解对方的人品了 其实这种婚姻观念 在我们现在看来 是一种封建思想 一种对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可是到了今天 我们口中说的 崇尚婚姻自由真的又做到了吗 如今有多少年轻人 真正的嫁给了爱情 还是说在爱情和物质面前 进行选择的时候 又毫不犹豫地丢掉了自己口口声声追求的爱情呢 当我们在深夜回首往事的时候 是否会想起在曾经的抽屉里 有一封写好却没有勇气寄出的信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不曾牵手的爱人 只不过我们还是要对过去说一声再见 只盼来生相遇 今生幸福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